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索文斯,今天是10月8号星期二 大家如果今天盯着我们的股市看,上午的时候肯定是目瞪口呆 可以这样说,我们盯的是股市,实际上见证的是历史 整个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开盘就直接处于封死暂停的这种状态 即使6124点调整下来的那一次旧市 那一次旧市指数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上阵指数处于9.45的状态 那上午开盘的时候也并没有出现过那种直接封死的这种状态 那么对于所有投资人来讲,讲实话都是见证历史的过程 你看我们深圳收盘结束的时候还处于9%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涨幅 所有的投资人都在见证参与这场历史盛宴 大家可以看到整个指数我们收盘的时候 应该来说这个成交量也是创下了一个巨大的历史新高 达到了3.5万亿 我们A股达到了3.5万亿 港股是6200个亿 如果加起来达到了41,000多亿 41,000多亿 41,000多亿相当于什么 我们2023年全国的GDP新增的GDP大概有6万多亿 我们直接超过了去年新增GDP的达到了去年新增GDP的三分之二 所以在这种只是一天的这个成交量 这对整个市场来讲处于一种非常非常疯狂的状态 对吧 然后对于整个指数上来讲 今天走势把所有人内心里面都走得有点蒙圈了 对吧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到底是该加仓还是该减仓 是不是我该等下回调呢 那么请我跟大家详细的来到来这个行情中间的一些秘密 整个指数在这个位置显然从动能上来讲没有结束 就是即使它有回调后面还是会上去的 为什么 因为动能太大 因为成交量太大 成交量里面运航了无数的动能 那么首先我要跟大家讲 今天收盘之后 整个港股的市场走势走得很凶险 大家可以看到港股收盘之后 我们A股收盘之后 它还开办了一个小时 继续往下错了3%左右 大家可以看到整个指数 恒生指数几乎处于下跌10%的状态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国企指数 港股的国企指数 基本上下跌达到了10.17% 恒生科技指数在盘中最高的时候 恒生科技指数下跌的幅度达到了14% 所以就有很多人说 指数这一步是不是产生一个重大的回调要来了 对吧 是不是这样的 这个回调要出现了 对吧 那么在这里我要跟大家讲 整个市场的动能依然是存在的 为什么说它的动能存在 这里面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因为我们这一步环境 大家都知道是政策故意启动环境的 但是我们政策启动环境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两个 最主要最主要的是两个 第一个就是因为经济加速往下面下滑 然后呢楼市也不行 消费也不挣 然后我们就是要通过股市的繁荣 让大家觉得古代里是有钱了 虽然这个钱是虚拟的 但是我信心足了 我可以增加我的消费 对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通过消费来重新带动整个市场经济 就是我们传说中的供给侧变成需求侧改革 就是一场巨大的经济改革叫需求侧改革 股市承担了需求侧改革最主要的一个动能和信心以及预期的一个功能 那么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在单前的这个情况下 我们就此行情陨落了 对吧 那么是不是这个我们的目 我们单向的所要达到这个目标达到了没有呢 那肯定是没有达到 对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政策的预期没有达到 而且还有一个 我们中国银行里的钱 我们现在银行里的钱太多了 我们在银行里的钱三百万亿 这截至到这个八月份的这个数据三百万亿 然后拿出来百分之十 如果再杠杆一下百分之十 你想想看 对吧 那么就相当于给这个市场有六十万亿左右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增量的一个可能性 所以我们通过股市启动消费不是无极之谈 不是无极之谈 就是有理论依据 有数据这样的一个依据的 对吧 那但至于未来是不是能够实现完整的实现 这是另当别论 但是目前为止 它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如果就此停止了市场的上涨 那么应该来讲 这个目的是达不到的 所以我认为政策可能会继续会出 即使明天回调了 这个政策也持续会出 第二个港股要保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大家可以看到为什么这一波港股也跟着涨 当然跟中国的经济刺激有关 但这个经济刺激是一与双关的 什么就是国内要调动整个消费 但是港股持续低迷的情况 已经不能够再延化了 大家注意 在20 在这一波环境启动之前 我们港股一天的增量量只有600多个 600多个亿 我们378万亿的整个市值 港股的总市值 只有600多亿的增量 这个市场处于一种非常非常低迷的状态 就基本上你说一个600多亿的市值的 这个成交量的一个地方 怎么可能会成为全球的金融中心呢 所以它必须要解决 全球金融中心地位的这个问题 那么要解决全球金融中心地位的这个问题 最主要的就是你外资要流进 而不是外资大量的流出 那么如何解决外资流进的问题 就是外资要流进 要流到我们的港股当中 就是必须港股有挣钱的效应 必须港股有创造财富的效应 如果我投在你这个指数上 那我投在你这个市场当中 我亏的 对吧 那我为什么要投 所以很多资金在港股失去希望之后 大量的去炒日本的股市 炒印度的股市 他们不愿意投资中国资产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今年年初的时候 大概是在年中有大量的报道 就是我们的政策 会说我们要提升港股的流量 提升港股的这个各种各种思路吧 对吧 就是提升港股的这个人气 但是整个市场并没有出现想象中的那种预期 所以我们在投资港股的这种情况下 必须要解决港股的问题 如果你要不解决港股的问题 港股可能就这个全球金融中心的这个地位 可能就解决不了 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 整个港股的走势 这段起来走出来了 解决了它的成交量问题 实际上也是符合我们的政策预期的 但如果当下就此港股也终结了 可能也达不到我们政策所需要的这样的一个预期 所以在这种逻辑和背景之下 这个背景之下 就是单下如果大规模下跌再回到原位 那么可能我们的政策预期是达不到的 那有很多人说了 那今天为什么我们的股指 从最高的时候338点 调整到最低的时候38个点 几乎在盘中下跌达到300个点左右 包括我们的这个深圳指数回调的幅度也是非常之深的 那么深圳指数开盘的时候是1300多点 那最后在盘中10点39分的时候达到了只剩下了305点 也就是说整个市场深圳指数盘中一度下跌达到1000个点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回调 这里呢有三个原因 这三个原因里面都是有一些内容的 第一个会议的内容比较平淡 今天早上发开会是有一个新闻见面会的 对吧 这个会议所传达出来的东西 没有超预期 这个我在昨天今天早上开盘之前 我因为我们圈里面有消息 我已经发在这个文章当中 我告诉大家 我说没有什么预期的 预期之外的东西 那么今天果然开盘之后 只是把前期央行和证监会的一些通稿读了一下 对吧 并没有新的一些东西出来 但是到最后聊 这个市场还是说了 我们要努力提升资本市场 大家看这句话 各项政策整加快推出等等 那么也通过这个思路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管理层对整个市场 应该来说是比较在意的 就这种 行情的这种上涨 这种大规模的巨量的 所有人都卷入的 大家都认为行情来的这种这种这种情况 可能也是管理层比较忌讳的 原本有很多政策要推出 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也不能推出 如果你在这个位置 比如说我们继续出 继续出大盘今天暂停 明天继续暂停 让所有的人都把钱都从银行取出来 大量的去杠杆 大量的去进入到股市里面来 那你想想看后果就是进入在那 很显然 就是你市场上去之后 你的上市公司最终 这个行情能否维持 一定要看上市公司本身的质量 上市公司如果不能够长期创造财富 它怎么可能会支持呢 对吧 它支持不了 即使是美股 它靠的也有一部分 靠的是对科技股的想象 科技股为什么维持高盛益率 它没有业绩也可以维持高盛益率 就大家认为它的技术未来可能会兑现 但是A股当中没有这么多高科技公司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超预期的东西 就是我们市场最终会落实 到企业的业绩上怎么落实 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未来A股如果结束 肯定是跟企业的业绩无法兑现有关的 所以当前这种会议内容比较平淡 这个政策性的降温是非常有必要的 而且我能跟大家讲的是 年底就是这个圈子里面的信息 年底应该来说 两万亿左右的刺激 财政上面 今天是发贵嘛 那么接下来财政两万亿左右的刺激 年底从九月到十二月之间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但最主要的政策是2025年 2025年是不是大规模的宽松 大规模的财政运行 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 应该是有这样的可能性的 否则经济落入到了通缩的这个冠权 那么这个就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件事情 那么这个可能你要真的进入通缩了 你想把它拉起来难度就很大了 那么今天的市场这个回调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我们金融时报发了一个一段稿件 发了一段文字 这段文字呢 我也问了一下我的同学们 因为他们很多次是在这个银行领域的 他说的很清楚 就是说金融管理部门对商业银行进行了窗口制造 啥意思 就是你们这些银行不能够把贷款 贷给企业的这些贷款 贷给人家去炒股 消费贷贷给人家去炒股 而且强行说了 不准加杠杠 就是银行不能够成为整个股市向上的放大器 就是你们不能够到银行拿银行的钱 贷款到银行的钱 投入到一个非常不确定性的资本市场 万一哪一天整个股市爆了 对吧 那么你们还不上钱了 那么最后了是让银行备货 这种情况下 可能会引发更多的金融风险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管理层说的非常清楚 就是严禁贷款资金 违贵金融股市 但是这个东西能够控制得了吗 我就是站在我一个20多年的市场当中 带着的人来说 我告诉大家控制不了 真的控制不了 我说我金银贷 我辗转腾图 把这个钱再投到股市当中去 这是有过先例的 而且这个先例也还没法控制 所以在这种逻辑和背景之下 整个市场 今天出现了一定的回调 就是山益银行这样的一个谈话 控制银行信贷流入股市 再加上我们的会议 没有什么新的预期 再加上港股 也逐步在回归市场的领期 那么整个市场出现这样的一个回调 是在预期之中的 那么就有很多人讲了 那么这个回调就整个指数 如果说整个市场开始回调 那么接下来会回调到什么位置 我跟大家讲最终市场是要弥补掉前面的这些缺口的缺口 你看到哪个我们A股当中30多年的历史 有哪个百点左右的缺口还存在 没有未来一定会回来 那么未来会回来 那么是当下回来吗 我说当下如果真的回来 那你就是机会 就是可以去买的 对吧 但是如果我们未来回来 A股未来回来 那么这个未来到底有多长 我们研究日本来看 日本的股市在向下的过程当中 产生过四次比较不错的行情 这四次行情最低的业次也超过了30% 那么其他都在50%左右 那么达到50%左右的这个行情回调 就是这个时间差不多是六个月到八个月之间 那么对于中国的政策来讲 我们从现在开始实施政策 到我们的经济数据改变 应该来说半年左右的时间 这个空间是要有的 我们现在实施的政策 半年左右的时间 能不能看到我们经济数据的改变呢 如果我们发现我们的经济数据真的改变了 我们的消费真的提升了 我们的CPR指数真的不向下滑了 我们的PPR指数也开始往上走了 那么这个政策就是效果就是不错 整个市场可能会维持这样的一个时间 但是如果我们看不到整个政策的恢复 就是六到八个月之后 我们没有看到整个经济数据的重大改变 那么这个行情的支撑性 这个行情的正位可能就会出现 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 整个市场走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短我们说如果走的非常快 三个月 如果走的慢 六个月到九个月之间 参照单线的日本 但是我是不希望它走的很快的 为什么 因为走的越快 2015年就走的很快 最后的结果就是崩 就是崩盘 对吧 包括519环境最后的结果 基本上都是处于崩盘状态 所以在这种逻辑之下呢 应该来讲我们是希望整个市场能够产生一个理性的走势 缓缓的缓缓的往上走 有科技股往上推 如果科技股不发力 整个市场是没有选项空间的 你靠酱油靠醋 把酱油醋炒到100倍适应率 这个不合理呀 对吧 这个东西国际市场上就是15倍的适应率 你说你国内你炒到非要炒到60倍 最后的结果这个东西还是不回来的 所以综合整个市场来看 市场应该来说 短线上有所回调 是比较合理的 但是这个回调的幅度如果深一点 应该来说还是一个不错的加仓点 但是就单线的这个行情来讲 你无法整位 为什么 因为窗口就是政策还没有实施 政策实施之后 效果你还无法评判 所以大家还有一个想象的空间 有很多人说 老鼠是不是太空了 老鼠是不是在唱空 我说如果大家听到了我 听到了我在唱空 那么我就觉得这个东西真是非常搞笑 对吧 我从第一天开始 我就跟大家讲 我说政策来了 走一步看一步是可以做的 为什么 因为它给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政策预期 从仰港到财政 而且美国的市场也说的很清楚 但是对这种行情 我依然是 就是目前这种3.5万亿 一天冲到市场里来的这种行情 依然是一种赌博式的 为什么是赌博式的 你们想想看 带着理性吗 3.5万亿 带着理性进来的吗 都不是带着理性 大家都是想改变命运 冲着这个市场来发财的 但所有人都想发财的时候 你们觉得 会 就是这种逻辑会存在吗 就有一个市场 所有的人都发财 对吧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对吧 美股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发财 对吧 但是美股这么多年 确实实实是螺旋式 向上发展 对于我们 A股的投资人来讲 我希望大家 在没有进入到市场的时候 不要保持那种非常兴奋 我随便买一个 我瞎买 对吧 我冲高我就买 不要这样做 为什么 因为即使是强势市场 也有的是机会让你买 为什么 因为市场会出现 比较明显的回调的时候 就是你的进产点 拿2015年来说 2015年在往上攀升了一段时间之后 整个市场在这个位置出现了 重挫5%左右的这个空间的时候 然后随后 其实这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买点 大家可能说 我在底下 我2000多点 我没进去 我告诉你2000多点 你想进的时候 整个市场的预期还没有 还没有形成 没有形成 到最后的结果 在这个位置2800多点 对吧 那我们后来证明 也跌破了2800多点 但是大家注意 这种行情起来的时候 最后的结果 最难的点 是大家一定要记得出来 那么这个点 就是核实出来 这个我在核心文章当中 会不断的跟大家去讲这个事情 那么大家如果看过核心文章的 都知道 核心文章里面 基本上是每天都在 研究这些核心的一些 就是市场当中 一些非常核心的问题 那对很多人来讲 大家可能还是比较 相信 就是我们在这个 行情当中所做到的 这种努力 好 详细的内容 大家参照所谓的核心文章 今天重点 我们就讲到这里 大家手机有点 查案点赞点 点个赞 谢谢大家